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融市政府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 曾祚文表示 今年跨联活动有五大亮点 首先是举办场地 从西岸码头移到今年启用的国门广场 过去我们都在西岸的码头 今年是首次在国门广场 整个国门跟海港的一个结合 摇滚跟海港的结合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时间上 有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往年的时间都比较早登场 大概在四点多 但是因为我们考虑到 整个海港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天气会比较冷一点 然后海风也比较大 所以我们今年集中演出 让我们的乐团在7点20分开场 然后来迎接跨年 还有今年登场演出的七组乐团 潜力与口碑兼具相当精彩 包括金融在地的羽神乐团 以及亥俄乐团 入围金曲年度新人的庄喀仁 入围最佳乐团的田约翰 入围最佳演唱组合的乐曲 还有台语创作超人戏乐团 拍谁少年等 另外今年同样规划有 长达7分钟的精彩烟火秀 搭配主题曲台湾头 声光效果十足 这个烟火的演出 我们请到这个烟火大师 就是黄俊豪的这个一个超刀的演出 所以今年的这个烟火一样在我们的 厚阿山的基隆地标上 来打7分钟的烟火秀 搖滚基隆城 IG版本免配送 搭上互动滤镜乐潮 基隆市政府方面 特别在IG及FB等社群平台 推出活动的专属滤镜 民众在活动现场使用专属滤镜 合影并上传打卡 就可以得到活动限定好礼 征办面及造型毛巾 邀请国人12月31号到基隆用摇滚迎接 2023年的到来 2022摇滚基隆城 开本基隆港 记者张其腾 基隆报导